最近范冰冰事件让我们知道,娱乐圈明星的收入真是高得离谱,其实早在范冰冰当年放话我不嫁豪门,我就是豪门的时候,大家就开始慢慢地意识到娱乐圈的收入很高, 到后来冯小刚和崔永远事件付出的天价片酬阴阳合同,更是让我们对娱乐圈的收入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,去年娱乐圈明星收入出炉,让我们一起看看娱乐圈四小花旦的收入都是多少,杨幂杨幂也被称为中国好老板,这两年的杨幂的确是做的风生水起,杨幂也算高产的演员,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,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 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仙侠剧,可谓杨幂之后再无白钱,而杨幂去年的收入是一万两千四百八十万,还名四小花旦之首,唐妍唐妍跟杨幂算是闺蜜,两人都是很勤奋,每年都有作品跟大家见面, 而且唐妍也跟杨幂一样,开启了自己的工作室,带自己的员工做的风生水起,但是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唐妍跟罗进的婚事,不过说到收入,去年唐妍是六千二百九十万,跟杨幂差了不少,刘诗诗当年的刘诗诗也曾经一度罢评,每年作品不断,不过跟吴奇隆结婚以后也算是休息了,两人现在开始当老板,不怎么拍电影的, 去年刘诗诗的收入是六千九百万,可见做生意赚的也是很多的吗? 佟丽娅佟丽娅跟其他三个人相比不算高产的,但是佟丽娅的演技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如今跟陈思成也是和好了,如今的佟丽娅状态越来越好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